Hello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又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了礼拜五 那这个礼拜呢我们一直不断的介绍这个5G的相关概念股嘛 那确实如我们的预期的 包含像这个小基地台 包含像这个小天线 包含像这个出货非常良好的网路交换器 还有接下来像是一些绿波器相关的一个族群 表现都相当相当的不错嘛 包含还有像光通讯族群的个股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的那我们还是持续跟各位合众朋友介绍这个绿波器 因为市场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到底绿波器是在干嘛的 到底哪些个股才是相关的嘛 其实我们绿波器这个个股就是 应该说它的功用啊 功用是什么就是抗干扰嘛 那还有就是过滤一些杂讯嘛 让我们在通话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一些杂讯的干扰 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机里面的元件 所以 基本上在未来尤其是4G要升级到5G的时候 那个手机里面绿波器的数量会倍增嘛 所以它的规模成长会很大 而且每一年的年平均复合成长率可能高达20%以上 所以它未来的成长性是很高的 那高通就是美国一家公司 它也预估这个市场未来到2021年 它整个规模会高达多少 高达130亿美元的这个金额 所以它的规模是相当相当的庞大的 好那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他其实这几天这样飙涨上来之后 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赵远这档股票 那但是赵远大家对他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个做蓝宝石基板的一个厂商嘛 可是实际上呢 他除了蓝宝石基板 因为他认为这个市场已经慢慢的 有点是比较走软比较走弱 所以他也开始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那而且他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比如说像前两年 那去年啦 去年那个金电 从底部上来涨一大波 其实就是在炒这个micro LED的这个题材 国内 因为虽然这个技术目前还没成熟嘛 还没有开始做嘛 但是国内唯一一家 可以提供这个六寸micro LED抛光片的厂商 就是我们的4944的一个照源 那再来呢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蓝宝石基板这个产业 已经在走下坡了 所以他也开始积极开发新产品 这个新产品就是表面滤波器的这个上游材料 那这个表面滤波器里面呢 他这个上游材料以往都是美国跟日本 他的市占率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日本为主嘛 那像这个TDK啊 太阳诱电啊 春田等等的 可是呢 目前这个兆元 他做这一块的规模 已经可以达到全球第二大 所以在未来啊 这个3G到5G 3G 4G到5G嘛 因为有些新型国家 他还没有到4G 他只是3G 所以这个需求 需求会逐步怎样 会倍增嘛 那在需求倍增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对于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 他需求会变大 所以公司的成长也会慢慢的逐步的一个成长 再来非常厉害就是赵远 赵远他有一个富爸爸 那富爸爸是谁 就是中美金嘛 你看我们中美金持有赵远 40.11%的一个股权 重点是他成本多少 他成本很低耶 他成本是 他成本是比较高的是23.7元 现在股价才多少钱而已 相对的他还有空间存在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这个 因为 这一个礼拜你看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嘛 然后昨天开始有些震荡 那昨天震荡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做一个逢高获利了结一半的动作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嘛 我们知道我们透过整个筹码面 其实我们在操作股票 不是只有看这个基本面 我们也是从技术面会做一个适时的切入 那到面临前高的时候 我们看到盘面上的挂单 盘面上的筹码有些异状了 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个地方获利了结 卖出一半 我们昨天卖出一半的时候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他就觉得说 干嘛 看起来股票好好的嘛 为什么还要卖呢 可是卖完 尾盘就已经收在相对低了 今天震荡更剧烈了 盘中一度大跌 让人家以为 好像是不是快到要跌停板了 可是实际上 最后一盘 尾盘又往上做一个收告动作 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他的产业前景 还有他的未来 是有一块梦在那边嘛 虽然说他看起来 好像还没有大幅度的成长 可是这个梦想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嘛 因为4G到5G 已经马上很快的从2018年到2019年 基础建设弄完之后 最快可能在2019年的下半年 就会开始做一个商业运转 那只要你买个够低 我们我们强调嘛 就是投资 这个领先嘛 是最安稳的投资嘛 所以你的切入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切入点是好的 是低的 是在一个适当的价位的 其实股票怎么样的震荡 对于我们而言 是没有影响的 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个动作 在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先获利了解 卖出一半嘛 卖一半 我们就已经稳稳的 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像这样子的操作 基本上我觉得投资朋友 都还蛮能认同的 好 那礼拜五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一个原因是因为礼拜五嘛 准备要休假了 好 但是重点是 我们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我们股民当家家族成员 专属的一个股票 我们今天第一次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就是这个4976的一个加零 4976加零 他今天哇 股价非常非常强势 来到一个涨停板 重点是 他涨停板还开开关关 就是你没信心的 我通通都给你卖 通通都让你卖 其实这档股票 说实在的不是很好操作 因为他的股性是这样子 他上下震荡的波动起伏是蛮大的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周线图 周线图其实 其实这样子一路这样走上来 一路上来之后 在高档看起来像是一个区间大相形 然后现在又来到前高附近 重点是前高附近 他涨停板打开 让你做一个充分换手 而且今天成交量是蛮大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大概股票也卖出了一大半吧 但是这张股票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做车用镜头的 车用镜头 以前的车子 其实车上他没有什么镜头 顶多就是刀车雷达 那往前就是稍微看一下前后嘛 但是未来的车子 尤其是自驾车 这一辆车子里面 前后左右上上下下 布满的镜头 至少要装个10颗12颗嘛 他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车用镜头的这个镜头需求量 是不是会这样子倍数成长 那当这个需求倍数成长的时候 这公司的获利就会大幅成长 尤其是车用镜头 他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你想哦 车子的镜头跟手机镜头有什么不一样 你手机一台才两个镜头嘛 而且这两个镜头 你不用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嘛 可是车用的镜头 他的规格是比较高的 技术难度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能够抗高温嘛 车子有时候上面风吹日晒雨淋 就是有的时候很热嘛 有时候有可能在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下雪嘛 美国纬度比较高 就可能下雪 那可能亚洲国家又觉得他很热 车用镜头 他的要求标准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车用镜头一台车又装那么多 所以他的成长幅度 成长性 还有他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那获利未来的想象空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那嘉宁自家公司 其实在今年 他已经打入了全球前十大的一个车厂的一个供应链 所以我们对资产股票 其实是抱着蛮大的一个期待 虽然他现在看起来 公司的获利还不是很大 但是其实外面已经有些 有些其他的名嘴或者是杂志 已经非常非常靠好资产标的 称为顺与光学第二 各位投资朋友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去看顺与光学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顺与光学 哇从底部这样一路大长上来长好几倍 可是像嘉宁 他虽然是一个 现在感觉上还没有长很多 可是实际上 未来他的想象空间是值得我们做一个期待的 好的 那今天已经到礼拜五嘛 那我们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样 就是礼拜五都过得非常非常开心 天天都有股票涨天板 那股民当家幸福理财嘛 就是理财就是开开心心的嘛 非常非常的安稳 那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也能跟我们一样 那也欢迎加入我们LINE AT 那明天见咯 不是明天见 下礼拜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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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